大家好,欢迎来到蒙鹿玩具。 斗罗大陆中七宝琉璃塔,是天下第一辅助武魂,为了招揽七宝琉璃宗的弟子。 很多团队都会开出丰厚的酬劳,而七宝琉璃宗也是最富有的宗门。 就算是武魂殿把七宝琉璃宗摧毁了一半,宁宗主依旧才大气粗,其实这和七宝琉璃塔的隐藏技能有关。 在后续的剧情中,唐三带着宁荣荣前往耕心城,耕心城被称为金属之都。 在这里宁荣荣发挥了巨大作用,他在城中逛了一会,买了几块原材料剖开之后,惊艳了众人,开出来的都是板金发金,韩心铁金。 深海沉吟的银母这些顶级宝贝,为后续唐门制造暗器发挥了巨大作用。 宁荣荣之所以能低价买到这些宝贝,多亏他的武魂,在七宝琉璃宗当中。 这个辅助系武魂不仅仅是辅助,拥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魂师也,有着极强的健保能力,宁荣荣有所奇遇,在健保这方面。 他的能力甚至还要超过宁宗主,这个奇遇就是唐三给宁荣荣吃下的起锣玉金香。 自从七宝变成九宝,他在辅助系和健保行业里,是无人能出其佑,简直就是手到擒来。 一眼就能看穿宝物的真身,所以七宝琉璃宗才这么有钱,就算没有天斗帝国的支持。 他们也可以成为富甲天下的宗门,七宝琉璃宗拥有众多直系子弟。 他们分别在大陆不同的地方历练,长期积累下来,所以才能拥有巨额财富。 因此七宝琉璃宗成为最富有的宗门,也就不奇怪了。 谢谢观看。 下次再见。